那我看在這裡 他說一個圓 還有一條直線 求和這個圓外切 而且這條直線相切之所有 圓西普漢的圓心 軌跡翻成四是多少 什麼意思 畫出來理解 這麼一個圓 來告訴圓心是幾 是0 半徑是幾 2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這時候是畫出來理解 這樣行不行 你去看一下 畫一個直角坐標軸出來 圓心坐標是幾 是0 半徑是幾 2 這樣行不行 換句話說以他為圓心 半徑是2 好不好 畫一個圓出來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好 是畫一個圓出來 好 可不可以好 這個圓的圓心呢 老師把它叫做C 這樣行不行 好 所以說注意聽 所以說這個圓的圓心好了 老師把它叫做C 好不好 來聽 這次老師想請問一下 這條直線是幾 比S等於負2 負1 負2 負2 這樣行不行 S等於負2在這邊 這樣可以嗎 好 這條直線叫L L叫S等於負2 來喔 我先去找一個圓 這圓什麼特徵 他這個圓怎樣 外切 和這條直線怎樣 相切 好不好 你不要畫太正 你畫歪點會比較好看 換句話說和它外切 和這圓 和這條直線怎樣 相切 有沒有看到 可見這個圓畫出來是這樣子 好 這個圓的圓心呢 老師把它叫做C 這樣行不行 那老師想請問一下 這時候你看一下 外切 和這個圓外切 行不行 外切有什麼特性 你把它連起來 這樣行不行 次段距離會是幾 把次段半徑 再加上這邊半徑是幾 2 這樣行不行 把次段半徑 對吧 所以次段距離是幾 r 再加幾 2 因為次段半徑是2嘛 和這條直線相切 次段圓心道直線 點線距離 次段距離是幾 半徑是幾 r 這樣行不行 換句話什麼意思 這時候你看一下 和這段殘度 這段殘度比較 這段殘度一定會比它多幾 多2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所以說這個圓心都有個特徵 這兩個圓心的距離 一定會比這段半徑還要多幾 還要多2 怎麼看到 這樣行不行 那居然多2 那換句話說我把這條線 往右再以兩格 把這 往左再以兩格 把這條線 拉到這裡來 行不行 這條線老師把它叫做L' Pine L' Pine 叫做S加4等於0 這樣行不行 可見 這時候 這個圓心用特徵的事情 這圓心到這個C這兩個點直線距離 和這個圓心到這條直線 點 線距離 你看一下 這時候這段距離是不是又是2了 可不可以 可見這兩邊是不是相等了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這時候往左拉兩格下去之後 老師可以知道 這圓心 這個Cpine有什麼特徵 它到C點的距離 和這個Cpine 到這條直線 L'的距離 這樣行不行 這兩段會一樣 這樣行不行 按句話說這個圓心有什麼特徵 這圓心到這個 到C點距離 好不好 請不行 到C點距離 和這圓心 到這條直線距離 兩邊會一樣 可見這滿足什麼 跑物線定義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我知道這個C是什麼點 焦點 所以說今天這跑物線焦點主標是幾 40 對吧 準線呢 準線是這條直線是幾 L'的距離是幾 A加4等於0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重新把這圖形畫一下 好吧 換句話說我今天 會畫出一個跑物線 它以40 為焦點 這樣行不行 以S加4等於0為 準線 換句話說以它為 準線 以它為 焦點 這樣行不行 所以焦點是幾 40 知道準線是A加4等於0 麻煩求出這個跑物線行不行 畫跑物線 老師一再強調 要先找什麼軸 對 有什麼點 頂點 畫出來開口槽 以右 的跑物線 這樣行不行 求跑物線一樣 要先知道第一個什麼行 左右行 所以Y 平翻 等於4C A加4 求跑物線第二個 要知道頂點 座標是幾 00 對吧 行不行 型號 求跑物線第三個 要知道焦距 要知道C是多少 告訴焦距是幾 4 但這時候因為開口 朝右 C是什麼號 正號 直接寫幾 4就好了 我只要有這三個 把頂點座標帶進去 把C帶進去 我就可以得到我的 跑物線是Y平翻 等於多少 16XX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後我就可以得到我的 跑物線翻成4了 這樣行不行 隨後把這邊看一下 OK